我现在来介绍的是背角公式 如果说在合角公式已经熟悉的情况之下 背角公式就变得非常的简单 它就是合角公式的一个特例 那我把合角公式的话呢列给各位同学看 我们来看 side alpha加beta 是等于side alpha coside beta 加上side beta coside alpha 那这是合角公式 我们的话呢把alpha跟beta全部都认为 theta的话呢 那于是就会变成了背角公式 side二theta是等于 这个地方是side theta coside theta side theta coside theta 所以它变成的是两倍的side theta coside theta 这就是我们的side的背角公式 那还有一个是coside的话呢 我们的背角公式也是很重要的 coside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是coside的alpha加beta是等于我们两个的话呢coside的话呢是两个都是先两个coside 但是中间是用一个简号来表示side alpha 这是side theta 前面coside的话呢我们再令alpha跟beta都一样 于是的话呢我们就得到的是coside的二theta是等于coside的平方 那根据我们就得到的是第四个afxide的平方它是等于可能调到我们的三脚残数的真正其实是两个算数的五个岛 平方画背角 是什么东西呢 是这样的 sine的平方 我列给各位同学看 sine平方的θ 是等于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我们把它移向过去 除以2 1减掉cosine的 2θ 第二个是 cosine的平方θ 是等于 2分之 1加上cosine的 2θ 那各位同学 这个算是 在积分的地方 我们经常会使用到